台北市本來昨天我們放在集中檢疫所的有300多 那經過一天又有300多人進到我們集中檢疫所 所以換句話說 他在新發生的時候 現在安置的速度是變快了 那我們這邊是全力的來協助這個事情 只要有通知 我們現在鎖 今天我們有準備了977間 那都可以及時的來進駐 那台北市就進到集中檢疫所比較少 大家也知道說他這兩天也佈置了 佈建了 相關的一個加強版的那個防疫旅設 那我們這邊在也跟大家報告過 我們也在人力上面也請國軍來協助 所以建設的在台北市這邊漸漸都可以收到 他們的一個相關的防疫 加強版的防疫旅設 那有四連一台北的醫療的資源 可以來協助 那在新北市這邊一時在建制上 沒有那麼的快 那所以我們會盡全力的來幫忙 那現在都每天的病人一直在送 這些數值有一點是滾動式的 說到大家看他收治的數目的情況就知道了